哈喽大家好我是Vicky 今天想给大家录的这个视频呢 就是我四五月份的爱用品分享 就是我四五月份都比较喜欢用什么 或者说用什么用的比较频繁 然后感觉效果还不错 然后大概有这么七八九十一样东西吧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数它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首先第一个东西我要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这个口红Dior的 这个色号是Dior99 它是一个正红色 我一开始买它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想到它会这么好用 给大家看一下 就它是一个这种样子的正红 然后擦到手上大概就是 非常非常正的红色 然后我现在就是没有擦唇膏的状态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属于唇色比较深的这种人 然后像有很多大家很推荐的什么粉红色 包括有一个YSL52的那个粉管 然后我就真的擦上之后就像没有擦一样 基本完全没有效果 然后生活中呢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愿意 比如说再给唇部做一个就是打底啊 或者怎么样的这种 我会觉得其实你吃吃东西都是要吃到自己身体里的嘛 所以生活中我一般不太愿意 就是往嘴唇上面抹那么多东西 所以说这个颜色呢 是我最近真的发现特别好用 然后我现在为什么没有涂口红呢 就想给大家试一下 我平时会怎么涂这个口红 因为其实它的正红色生活中看会比较不日常 所以说我一般不会说整个嘴都去涂 我一般只会说比如说涂在嘴唇内侧的位置 然后那我现在就给大家来涂一下 一般呢我会先用一个就是润唇膏来做一个打底 因为这个是比较雾面 因为这个是比较雾面的颜色 所以说它会如果不擦一个润唇膏它会比较显唇纹 好了那我现在擦完润唇膏了 就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平时会怎么涂这个正红色的口红 我一般真的只会沿着这个嘴唇的内侧去把它涂一下 然后就这样自然的把它晕开 有的时候如果说涂多了或者说它上下分辨太明显 我还会用手指这样把那个嘴唇的边缘 然后也给它涂上这个红色 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上色特别明显 然后一下就显得人特别有气色 因为它是正红嘛 就不会说什么粉啊橘啊这种比较怎么说挑颜色 就挑衣服或者挑本来的唇色这样子 它正红色上去之后就只是突然有一个提亮气色的效果 所以我个人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口红 我觉得生活中的话来讲 就是你配一个润唇膏加一个这个 真的就是我最常用的组合 就是它们两个就是放在我笔袋里的 而不是说放在我的小化妆包里啊或者怎么样 就放在我笔袋里我经常会用到的 下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之前做过一次 我回国之后都买了什么 然后那一次说到我买了一个这个Canmake的眼影 然后我现在用它来讲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因为我现在的眼影盘 其实我眼影盘不是很多 我有Innisfree的眼影 然后也有那个Urban Decay的那个眼影盘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眼影盘 然后这个真的就是我前段时间特别喜欢那种 就是眼角一定要有一点红色的那种颜色 的那种眼影的时候 然后让同学帮我戴的 它一共是有五个颜色 然后我觉得它主要是中间这个颜色是非常提亮的 就是可以放在眼角或者下面卧餐用 我一般用上面这个这个角的这个比较最淡的粉色打底 然后这两个粉色里面选一个去做那个眼尾的蕴染 然后这个紫色呢就是会紧贴着那个眼睫毛 因为我生活中不画眼线 我觉得它那个离眼睛有点太近了 而且我属于内霜 也不算完全的内霜 就是双眼皮并不宽 如果画了眼线之后就会显得像单眼皮一样 所以说我一般会选用一个就是颜色比较深一点 如果是大地色的话 我就会选用那种最深的棕色 如果是这种粉色红色系的这种眼影的话 我就会选用一个这种深紫色 然后去做那个就是类似于眼线 就是眼睫毛根部的那个蕴染 然后给大家看 给大家稍微试一下这个颜色吧 就手指擦上去的时候 就感觉它那个颜色非常雾面 就很舒服 给大家看一下这三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真的显色度非常的高 就是我个人觉得因为生活中肯定眼影颜色 也不能用得这么那么那么的深 那么那么的夸张 所以我一般用一点 然后再把它预染开 就会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眼妆 而且我觉得它会比 因为我之前说过我肤色不算特别的白 然后用那种粉色啊 或者稍微雾面一些的颜色 就会显得皮肤不那么细嫩 或者不那么白 然后用这个颜色呢 第一它红色会很显气色 第二它的那个珠光色非常的亮 然后同时又没有那种 就是很很很不好的那种质感 所以说呢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款眼影盘 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发现这个眼影盘 如果早一点发现的话 我一定不会买那个Urban Decay 当时30还是35刀那么贵 因为这个我记得我买的也就 因为我实际上同学帮我搭的 也就50块钱人民币 就觉得可以买好几盘那个Canmake的眼影 然后就觉得非常值 推荐推荐 然后下面一个是大家夏天肯定都会 必不可少的一个就是东西 就是防晒霜 我用的呢就是这个小金瓶防晒 其实去年我用的是那个B柔的防晒 但是那个总感觉就是擦到脸上之后 会有一种油油的 然后后面再擦 比如说粉底来什么 会有一点搓泥的感觉 然后今年呢我是 真的是听很多人推荐 说这个怎么晒都晒不黑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其实我平时用这个也不是特别多 我属于出了门之后 不太愿意去补防晒这些东西的 啊好热 就是我是属于不太愿意去补防晒的 这种人 所以我一般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会擦 然后一路坐公交车到学校 然后上课 上课之后 回家的路上我最多会用一个喷雾 但是就不会再专门去补这个防晒 但是我觉得就是 呃我回国现在将近两个月吧 然后每天都出去这样子 也并没有晒黑 今年是唯一一年就是说已经夏天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 我居然没有晒黑 我是属于一个特别特别容易晒黑的人 而且回来变白变回来的特别慢 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这个防晒真的帮了我很多 而且很多人说它会比较难卸 或者说会比较闷痘 但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 就对皮肤不会那么不好 因为我反正每天回家之后都会用那个就是 呃卸妆水卸 我不太喜欢用卸妆油 我觉得卸妆油会闷抖 我会用卸妆水卸妆 卸完妆之后会用那个泡沫洗面奶加那个洗脸仪去做 就是一定是在卸妆之后的那一次洗脸 我才会用洗脸仪 就保证把脸上的东西全部都洗干净 然后我现在用它也用了将近两个月了吧 一个半月大概 就我也没有因为觉得用它长痘 也没有觉得用它之后 就是觉得脸上忽了一层东西 这些不太好的感觉都没有 唯一就是说 我觉得它也不油 很水润 此外还没有让我晒黑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就是 全部都是优点而没有缺点 下一个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唇部护理的东西 就是这个润唇膏 就是我用我对润唇膏的要求非常高 因为我之前因为治那个脸上的青春痘 医生当时给我开过一个药 然后吃那个吸药的话会有一点点副作用 就是说会比较 比如说嘴唇比较容易干 比较容易起皮 然后正常可能普通人一般用的润唇膏 在我来讲的滋润度都不够 然后我还是需要就隔一会就要擦一下 隔一会就要擦一下 然后同时会觉得就是还是会嘴唇干 有点痒的那种感觉不是很舒服 然后呢就是后来我看到别人推荐 这一款非常非常滋润的润唇膏 其实它应该叫木瓜膏 然后是澳大利亚的一个 好像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牌子 然后在淘宝上买并不贵 然后但它对嘴唇的滋润就是特别的好 它属于它是这样子就是 它是这样子挤出来的膏体 然后每次不用挤出来很多 大概挤出来一个小骨包 然后直接在嘴上擦一下就可以 然后擦完之后嘴唇会比较油油亮亮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对于 比如说嘴唇比较干的人去用它 或者说比如说你第二天要有什么活动 或者你就是喜欢雾面的唇膏 然后呢你就会比较害怕显唇纹这件事情 然后晚上睡觉前你就可以擦一层这个 然后直接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发现唇纹什么都没有 它的滋润度真的特别的高 然后包括有的时候身上 我看它现在还有那种一大 就是瓶的那种 好像说身上哪干的话也可以 或者说哪有一些微小的伤口 也可以用这个去擦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帮了我很多很多 而且这个是我在 就是本来我以为我的那个嘴唇干的问题 已经差不多好了 但是后来去了美国之后发现并没有好 它还是会根据季节不同 然后有的时候反反复复反复复 所以说这个呢是我在Amazon上买的 好像七刀七刀还是九刀 大概这个价钱 会比淘宝上买贵一些 所以我这次大概去美国的话会带一些过去 但是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值得 就是说尤其对嘴唇比较干 或者不想显虫人的妹子去准备一个在家里 就是以备不时之需 然后下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身体护理的东西 因为现在到夏天了嘛 肯定大家都不希望用那种 就是很过于油腻的身体乳 然后我就属于 比如我觉得我皮肤不算特别的好 属于常年比较干的那种状态 所以说我就更需要一个比较滋润 然后不油 就千万不可以很油腻 夏天又油腻 上面都难受 然后我就会比较喜欢一个比较水润的身体乳 当然这个东西就不叫身体乳 它其实是一款肝油 就它是百雀灵的肝油一号护肤折理 它属于就是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的效果 它挤出来之后就是这种非常水润的质地 然后我一般会在洗完澡之后去用它 就这样轻轻的一推 直接就可以比如说 在我胳膊上 然后它很快就吸收了 就是会泛着一点点水光 但是一点点都不油 就其实如果不是说它是一款身体护肤 折理的话 我会觉得就像擦了一层水在身上一样 特别的舒服 然后洗完澡之后 尤其洗完澡之后比较容易干嘛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会擦一下 包括腿上胳膊上 然后脖子整个都会擦一下 擦一下之后就觉得今年暑假 我脖子的那个就是比较干燥发痒的那种症状 没有前两年那么严重 然后包括身上也会感觉很舒服 就是睡觉前会有一种 比如说你如果干的话 会身上总感觉一种紧绷绷的那种感觉 然后如果湿润的话就会感觉很舒服 尤其因为它是夏天嘛 夏天的话 你用太油腻的东西就会不舒服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水润推荐给大家 而且这个它因为是国货嘛 白雀林应该会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具体多少钱我自己不太知道 因为我们家是我慢慢买 然后囤在家里囤了好几瓶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非常的便宜 然后最后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东西 大家猜一下是什么 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那种晾衣架 我是属于我有很多那种黑色白色 各种各样的T恤 然后如果就是如果 因为它们都长得差不多 如果你把每一件都叠在衣柜里的话 会非常的就是叠起来之后你就找不到了 因为每个都一样嘛 你必须得每个都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是那个 不要穿这个 然后也会找不到自己想穿的那一件 可是说如果把它们都挂在衣柜里的话 就是很长啊 因为我夏天还会有什么裙子啊什么 这些肯定是要挂起来的 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 比如说外套啊这种都会需要挂起来 那我如果再去把这些就很普通的白T啊什么 都一个一个挂起来 它就会非常长 我衣柜里就可能会装不下 所以我前段时间就买了这种样子的折叠衣架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用上是什么样的效果 就我现在才挂了一件衣服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每一格上都可以挂一个衣服 就是这样子就把它挂在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直接这样子挂在衣柜里 然后下次你去找的时候就只需要单件这样子去翻开 然后它每一个小衣架上是可以挂五件衣服 就是它就是它每一个这个上面都可以挂一个衣服 然后我当时大概是买了三个还是四个 然后全部都挂上我的各种 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白T黑T 然后各种彩色的就是短袖 然后夏天的这种衣服 然后就我觉得现在翻着很方便 因为它四五个加在一起 大概就只占了这么宽的那个宽度 然后对于我整个衣柜就属于空间非常的节省 然后就非常的方便 相较于我之前去 比如说不管是挨个把它们卷起来放在衣柜里 还是挨个叠起来放在衣柜里来讲 我现在都更容易找到我最想穿的那一件T恤 啊 说了好久 好干 好了 那我这一支四五月的爱用品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觉得我四五月还是有挺 还是首先买了挺多东西 试用了挺多东西 但是到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护肤啊 或者什么样的东西还没有跟大家分享 我可能会再试用一段时间 然后下一个月或者说往后再找机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东西 然后我今天分享之前都是已经用了挺久 比如说至少都是一个月一个多月这样子的状态 然后我会觉得我用的时间久一些会对大家更有帮助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儿吧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给我点赞 或者到下面关注我的频道哦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开心 拜拜 拜拜 掰掰